对于打AZ打莫德纳不幸猝死 或者是反正没有任何因果关联 但是他之后不幸往生的个案 我抱有100分的同情的话 那我对于打高端而不幸猝死的同情值 大概是负100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当然不会幸灾乐祸 但是呢我也不会同情 相反的我还对他抱有最高的敬意 这俗话说得好 良言难劝该死鬼 慈悲不渡自绝人 不作死就不会死 天作孽有可为 打高端很难活 这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吗 高端本土疫苗有风险 也不是今天才讲或昨天才讲 讲了好几个月了嘛 所以没有做三期保护力未知 然后副作用也未明 然后量产的能量也是未明 在这三个未明的状态之下 已经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出来呼吁说 要小心有风险 那还去打的不就是铁杆深绿 然后近乎盲从的义和团吗 那这样的义和团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就高端 为什么我要阻拦他呢 如果我去阻拦他的话 不是很对不起他的一番满腔热血跟爱台之心吗 这样太对不起他的台湾价值了 大家可能觉得我讲的是反凤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当陆先生过世的时候 对吧 大家就翻出他过去的文章 他觉得就算打疫苗死了 那也叫做向病毒献计 他自己都这么觉得啦 所以有什么好哀悼 有什么好伤心 绝对不可以因为陆先生的死 或者是别人打了高端的死 就中断了继续施打高端 这什么 你就是侮辱他的遗志啊 他就是希望大家都要去打啊 就算打了也是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业 那叫献计 什么叫献计 就你奉献了之后 你要换一个更大更了不起的东西 比如说台湾价值 所以人家用性命去追求台湾价值 这个讲好听叫做烈士 那为什么要阻拦别人当烈士呢 我没这个兴趣 我也不会去阻拦他 我们是把重点要求放在要保证人人都不会被逼破打高端 要保障人人都有选择权 而这个选择权现在是被民进党逐一剥夺走的 因为民进党就有各种的要求 各行各业 军人老师中华邮政工业区或者谁谁谁 你只要不打疫苗 那你就要周周捅鼻子 周周做快晒 而且都要自费 所以应该是把重点放在争取 必须废除这种很莫名其妙的决定 第一个因为现在疫情已经控制下来了 今天民将又大肆庆祝又加零 如果疫情都控制下来 那为什么还要维持这么高的警戒 你在五月以前都没有要求大家都要周周做快晒 你为什么五月以后 然后现在疫情控制下来了又加零了 你反而要求大家周周做快晒 不是很矛盾吗 所以这个命令是乱来的 是倒行逆施的 那在你就算要求大家周周做快晒 你应该就是要免费罚 不能够要求人民自费负担 所以应该是针对这个部分去做要求 我认为才能够得到比较多数人民的支持 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希望 一定要赶快撤下 而且绿营自己都不想撤 不拦着他干嘛呢 这讲白了 这么如此义和团势的人 对吧 那虽然不能够 我再斟酌一下用词 我怕太太尖酸苛薄了 总而言之 就是他们已经把民进党当成像上帝一样 那当然就信民进党会得永生嘛 这是你们求人得人 求免疫 然后你就终身免疫 在这个状态 绿核的黄小姐她说 她抖内进来说 我认同汉庭的说法 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只有出现就是短暈的 就是晕倒啦 晕眩啦 身体瘫软不是啦 指挥中心告诉大家说 那个是因为有慢性病 所以有慢性病的不要打 但关键是 你先前也没说有慢性病的不能打 高端当初在登记 招收第二类试验人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有五类人是不能打 包含慢性病啦 癌症啦 孕妇等等是不能打 可是现在指挥中心没有告诉大家说 这五类人能不能够打高端啊 那难道都要等到出事了之后 才去打吗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 本来就不想打的 就不要打 但本来想打的 本来预约的60万人 如果你是被迫的 那最好就不要打 但如果你是坚定支持本土疫苗 这个发展信念 跟坚定支持台湾价值的 我劝你一定要打 绝对不要因为几个人的不幸死亡 而放弃了自己 成就台湾价值的这份决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将让台湾成为全球 全球的疫苗做第三期试验 顶多做个四万人五万人 台湾能够一口气做六十万人 举世罕见 了不起 如果没有这六十万人的牺牲奉献 我们如何得知高端到底好不好 说真的 我们不是讲说高端一定烂 一定糟一定不好 不是而是说 因为没做三起保护力为之 然后没有大规模的实验 所以副作用也未明 那搞不好六十万人都施打之后 发现其实效果还挺好的 搞不好六十万人都打了之后 发现其实猝死也就是前面的 这不幸的这几位 可能到最后六十万人都打了 只猝死四五名 那表示还在可控的风险当中 你不知道嘛 我觉得现阶段 我们对高端不做任何的批评 我对支持打高端的人 也不做任何的批评 我对民进党决定继续打高端 保持高度的敬意 想打就去打 还是那句话 不做死就不会死 天作孽有可为 打高端很难活